玉湖 那日永齐薄氏 是你陪着皇帝去的 你怎么看 回太后 奴婢也觉得有些疑惑处 可容亲王与胡哥哥 私下说过什么 咱们确实也不清楚 朕判私言 也可是胡适的妄自胡言 你不必顾虑 直说就是了 是 奴婢是想 胡哥哥竟然情深到寻死 又怎会在容亲王 刚薄氏的时候 便能那般冷静 振振有词地 这么说出那么一大篇话 而且都是冲着 怡婚姑娘娘一个人去的 奴婢总觉得 于情于理不大合吧 尤其是 胡哥哥说 容亲王曾对他说出 以嫡母为耻这种话 可奴婢陪皇上进去时 听见容亲王临终前 还苦苦哀求皇上 原谅怡婚姑娘娘 显然 吴子情分仍在 不至于如此 皇帝啊 这胡氏口中的永齐 和咱们平日所知的 不大一样啊 而且听说胡氏 拿凌云彻说事 这分明是戳皇帝的软肋呀 皇帝 欲盖弥彰 太失则虚呀 皇娘放心 儿子会派人再查的 那便好 皇帝 虞飞要去圆明园 你打算让永基跟着去吗 永基走后 虞飞伤心难移 不便照顾 朕会让永基住在协方殿 每天都来朕这里读书习字 你还是心疼永基的 皇帝呀 这永齐已然不在了 你再伤心 也要强打起精神来 皇子们等着你栽培教导呢 是 听左右邻居说 那年胡阁哥进了王府 没过多久 胡家就遭了火灾 全死绝了 都没人过问 这事怎么查呀 全家都死绝了 却没有人问过 真是太奇怪了 老夫人 老夫人 这药还是得喝呀 奴才问老夫人 您是 奴才是宫里来的 主子娘娘又出事了 奴才来禀报老夫人一声 又出什么事了 皇上查知 容亲王薰事 乃主子娘娘所害 恼怒之下 已经收了主子娘娘的 皇后策保 皇上可能是动了 肺后的念头了 不会的 如意他不会的 眼下您病着 您还是绣扬好身子吧 如意 如意 我的女儿 皇上 皇上你不能收了 如意的色宝 你不 老夫人 老夫人 不 主儿 那夫人听说了 一坤公娘娘被收侧保的消息 经历时弃绝了 死了 那挺好啊 乌拉纳拉市的额娘 皇上 你就先到地底下 等你的女儿吧 皇上 皇上 万一 皇上 万一 奴婢出宫查了 胡哥哥娘家和容亲王王府 胡哥哥家人早因失火惨死 他也无甚钱财留下 似乎并未受人要挟收买 他的家人都因失火而死 是 一个不留倒是可怜 难怪胡哥哥 要尽力去得容亲王宠爱 不惜纵着他去做一些 病中忌讳之事 这么说来 勇气病轰 终究与他讨不脱干系 难怪他后来一死了之 至于易坤公娘娘 与胡哥哥少有往来 更无冤仇 也不明白为何 胡哥哥这般搞发 皇上 奴婢刚刚得到一消息 什么消息 易坤公娘娘的额娘 过身了 可要告诉易坤公娘娘 派人告诉他吧 是 娘娘 老夫人去了 您伤心想哭就哭出来吧 皇贵妃 皇贵妃派人去府里传话 让老夫人知道 您被拿造册榜的事 虽说是皇贵妃该使的协力 六宫之权 可奴婢就觉得 是巨心莫测 我妈 日臣 能否求离开啊 娘亲 皇和娘 别恨 皇和娘 别说了 我 娘 我娘姐 我娘姐 女臣 是不能再护着你 好 娥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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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宜彭 快 快 陈在 皇上 龍俊王 轰了 我 我 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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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叫我娘也不选走啊 你怎么说叫我娘也说人啊 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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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王爷走的实在是冤屈 求皇上为王爷做主啊 你是何人 为何会说勇气冤屈 回皇上 妾身是王爷的格格胡氏胡云角 自从王爷病状以后 一直是妾身侍奉左右 其实 其实王爷早已兵中端食 可一直不敢用江太医 就是因为当年 额娘背着皇后娘娘 刺死了凌云彻 皇后娘娘心受怨恨 与额娘不和疏远 王爷才不得不一职避险 何人 胡云角 你在胡言论语什么 死死临云彻 乃是皇后娘娘 吩咐我做的 哪儿来的皇后娘娘 对我疏远 心生怨恨之说 云角 平日王爷待你不保 你不能信口开河 皇后娘娘 在皇后娘娘进族之前 您有多久 没进过怡空宫了 除了带十二阿哥 进去请安以外 皇后娘娘何时见过您 在皇后娘娘那儿 受了那么多委屈 王爷真的是心疼您 你是说 勇气知道临云彻之死 不是皇后命于非做的 是 皇后娘娘本就不希望 凌云彻死 还命王爷 找了块风水宝地 好深暗躁 什么风水宝地啊 当时是真命勇气 把凌云彻扔去乱葬岗的 王爷本来是按照 皇上的吩咐般的 可皇后娘娘实在不忍 又伤心过度 还好几次地逼迫王爷 王爷也实属无奈啊 皇上 才最后违背了皇上的意愿 为此王爷日夜难安 病情急去加重 他为了一己私情 害死了王爷 这样的人 怎可为人母为国母 皇上 王爷生前还说 皇后娘娘此生最在乎的 便是凌云彻 有这样的题目 他身以为之 你这个毒妇 我的勇气都走了 你还利用他 去收入嫡母 勇气什么性子 你心里清楚 我跟皇后娘娘比你更清楚 他断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皇上明见 皇上 刚才那些话 确实是王爷所言 妾身伺候王爷这么多年 也有王爷情赌 今日骂死相告 便没有准备夺活 姐姐 勇气死了 你还有脸来呀 你还有脸来呀 江湖事宜 侧附近支离安葬了吧 是 你是怎么对勇气的 为什么她的爱妾 会以死告发呢 皇上 您不能误会姐姐 虽然云角是勇气的爱妾 但方才却是她一面之子 您不能信 勇气是你的亲生儿子 也是朕 最寄予后往的皇子 您还这般替他说话 皇上 我 皇 皇上 如意 当日在杭州之时 你为灵营车的事情 万般分别 而如今呢 此死灵营车之事 全是于非安排的 你倒是让勇气找了风水宝地 把灵营车的后事 安排得妥妥帖帖 现在连勇气都被你害了 好啊 好 你不是说 昨朕的皇后厌倦了吗 你不是断发了吗 朕今天成全你 金宝 朕将乌拉纳拉氏带出去 收回他的皇后厌报 朕不想再见到他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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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春 那目的 月姐姐 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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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Е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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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佩姑姑 奴才这就拿回去交差了 警报 本宫 我托你判一个事 娘娘吩咐便是 你去告诉于飞 容亲王的格格胡实言语计较 让他去查他的底细 以死也不要放过 胡格格的家事 内务府都有记载啊 你告诉他 他并会去查 奴才记下了 遣子 卖 上京王的雪 来了 他自己以后 让你治好 这事 你们可天的治癌 にな 酷了 这事 你不如来 但是你自己的 我也ホイチ 把你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